本节课将讲解场景编辑窗口SIM以及相关的操作技巧 在前两节课中,我们已经对Unity的窗口界面以及菜单界面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始Unity各个模块的学习过程 今后,在每节课的开始,我将先向大家展示一下学习了此节课之后,我们可以实际实现的目标与能力 通过本节课,我们将可以使用热键进行自由的移动与旋转 并可以专注于某个物体进行自由的观察 以及通过SIM窗口提供的部件,实现特殊的视角 本节课将主要涵盖以下两方面内容 SIM窗口各项工具的使用 以及通过快捷键,实现视野的自由移动与切换 SIM窗口工具 在SIM窗口的左上方,有四个可变换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 Q,W,E,R进行切换 利用第一个手部图标 我们可以使用鼠标点击左键 在场景中进行横向的漫游 利用箭头图标 我们可以对场景内的物体进行移动 我们也可以按住Ctrl键 是物体定向的移动 在之前的讲解中 我们提到Snap Setting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修改相应的Delta参数 第三个旋转图标 我们可以用它来对物体进行旋转 当然,我们可以按住Ctrl拖动鼠标 对它进行定量旋转 最后一个缩放按钮 我们可以用它对物体的长、宽、高 进行调整 也可以按住中键 对物体的整体的Scale进行调整 在Unity 4.6版本之后 在缩放按钮右侧 将会新增加一个Padding按钮 这个按钮将会用于Unity 4.6之后的UGUI系统 有关更多UGUI系统的知识 我们将在后面的新增课程中详细介绍 在四个变换工具的右侧 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可编换工具 分别是Pilot和Center Global以Local 这里我们选取刚刚的Boxing作为测试 当我们选取两个物体时 我们可以看出Pilot和Center 它们的中间的坐标系的不同 Pilot指的是物体自己的轴心 而Center则是所有选中物体 加全之后的全重轴心 这里我们可以旋转一下 来看一下它们不同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Global和Local 当我们选择一个物体时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Local状态 物体的移动 物体的方向将会以自身的方向进行移动和旋转 而当我们使用Global状态时 物体的移动将会跟随整个世界的坐标系 在Scene窗口的左上角 可以看到一个下拉菜单 通过此菜单 我们可以改变观察此场景的视野 例如 WearFilm 物体边框 TexturedWear 显示物体的贴图轮廓 RenderPath 显示不同的渲染通道 以及最后的Light Mapping Resolution 烘焙精度 此时 所有场景内的静态物体 也就是Unity编辑器 右上方Static状态栏被勾选上的物体 都会被打上一层半透明的小方格 方格密度越高 精度越高 更多关于场景烘焙的知识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专题课程中详细讲解 好 在右侧的下拉菜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场景的Alpha通道 以及下面的Overdraw 整个场景的透视图 以及最后的MipMap 贴图感应图 可用于后期的场景资源优化 一般这些图 我们平时很少用得到 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会使用 好 下面 在两个下拉菜单的右侧 有一个2D标识 点击它 我们可以开启2D的视野 右面的灯光标识 我们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 场景内内置的光照效果 例如 现在我将关闭它 C窗口中的场景将不会受到 整个光照的影响 右侧的声音按钮 如果我们点开它 可以在Cine窗口下 就开启场景内将要显示的声音 后面 Effect 打开或关闭 场景内是否显示 诸如Skybox等背景图 在后面是场景Gizmo菜单 用于调节在场景中 显示的特殊标识 例如声音标识 粒子系统标识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它 来改变它们的大小 以及是否以3D的形式显示 在它的右侧 我们可以利用搜索栏 来搜索指定的物体 其他物体 则会以半透明的灰色状态显示 而选中物体 则仍是彩色的 在场景窗口的右侧 有一个Gizmo标识 首先我们点击 这个Gizmo标识中间的方块 或者点击下方的数字 就可以用来切换场景视图 比如当前的状态为Perspective 广角视图 也就是寻常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 而当我们切换到RSO状态下时 可以看到 整个场景将会以2D的方式呈现 可以观察出 跟下面3D视野不一样的是 近大远小的现象将不会出现 点击Gizmo本身的红绿蓝 三个颜色的坐标系 我们可以得到对应的XYZ轴的专硬视野 当然我们可以按住Shift点击中间 得到45度的视野 SIM参考中常用快捷键与场景移动 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将很少使用最左侧的拖动工具 以便在场景中选择我们要选择的物体 此时按住鼠标右键 同时我们可以使用 WSAD以及QE 在场景中进行漫游 WS负责前后移动 AD负责左右移动 QE负责上下移动 熟练地使用这几个按钮 我们将非常自如地在场景中穿梭 我们也可以按住鼠标中键 来实现最左侧拖动的效果 当我们想选择场景内某个物体时 我们可以鼠标单击它 或者在右侧Hierarchy菜单中 选择它在场景中NF 获得镜头的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